这个支付意愿 咱们可以把这刚才有讲到 这个消费者剩余是指的 买者的支付意愿减去买者的实际支付额 所以它是一个net benefit 净收益的净好处的概念 好 那么这个很简单了 这个你有不同的人 他的支付意愿是不一样的 John Paul George Ringo 这个100块钱 80块钱 70块钱 50块钱 假定有这么几个人 那么呢 需求曲线实际上 因为我们画这个需求曲线 我们并没有讲这个需求曲线的背后 什么含义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的来说 需求曲线的背后 描述的恰恰是买者的支付意愿 买者的支付意愿 那么你可以看 如果价格高于100 就刚才我们那个表 那么没有人愿意买 80到100之间有一个人愿意买 那么70到80之间有两个人愿意买 所以它是把有这种支付意愿 在这个价格上 有支付意愿的所有人的需求 累加起来 累加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就在50或者更低的话 四个人都愿意买 所以就出现四 所以这个 然后我们把它画下来 你看100块钱是John的支付意愿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买 80块钱 降到80块钱的时候就有两个人愿意买 那么降到70块钱的时候就有三个人愿意买 降到50块钱的时候就有四个人愿意买 所以你可以看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并不是很光滑的一条线 但是你可以想象 假定人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每一个人的支付意愿 都是这个差别 这个很小的话 它就是一条光滑的曲线 是一条光滑的曲线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从在用需求曲线 怎么度量消费者剩余 假定我们的价格是80 如果价格是80的话 John的支付意愿是100 100减80 乘以他买了一个单位 所以呢 这就是变成了这一块 黄色的这一块面积 这是面积 就是变成了这个 我们叫做消费者剩余 这就是John的消费者 他个人的消费者剩余 那我们再来看 假定价格变成了70 我们再一个一个算 如果John的话 他的支付意愿是100 所以他的消费者剩余呢 就是30 但是到了70以后 又出现了第二个人 也来买了 那么这个呢 他的这个Paul Paul的这个 他的这个消费者剩余呢 是这一块 是这一块 那么如果我们拿70块钱和80块钱 不同的价格来比 消费者剩余 在价格从80块钱降到70块钱 导致消费者剩余的增加 那就是深色的这一块 就是深色的这一块 就是这两块 这是由于价格变化 导致的这个消费者剩余的变化 好 这里有很重要的一条 这有一般性 就是这个的变化包括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这部分 就是价格降低 使原有的消费者受益了 这是第一部分 这是一般人都能想到的一部分 但是还有第二部分 什么呢 由于价格降低 使得原来没有买到的 或者不愿意去花比较高的钱去买的 现在他也进入了市场 所以两个 这两个是我们待会要贯穿在 这个我们课中的 两个基本思路 当价格变化的时候 引起两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 现在在市场里面的人的 这个消费者生意增加了 第二个反应 是什么呢 效果是什么呢 原来不在市场中的 所谓原来不在市场中 就是他的 williness to pay 他的支付预员 低于原来价格的 现在他的支付预员 变成高于价格了 所以他也进来了 所以他也享受消费者生意 消费者生意 所以总的消费者胜于 就是整体的这个 30加10 所以是整个这一块是40 是40 好 我们这是一个 前面是一个简单的示意 一般来说 这是一般的了 需求曲线以下 和价格以上的面积 就是消费者生意 所以如果我们是一条 一般的曲线 我们有一个价格 P1和一个数量Q1 那么在加在需求曲线之下 和这个价格 这条线之上 那么这是个面积 这是个积分 所以我们算消费者胜于 是要用到积分 它是积分的求和 那么它就是这个消费者胜于 如果我们的这个价格发生了变化 假定价格下降 P2 P2以后 它的变化是由 这个需求量增加了 Q2 好 就刚才我说的这个 重复我刚才说的 它导致了消费者胜于增加 两部分 第一部分 BCED 这一块 浅蓝色 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 就是买到这个商品的 它的消费者胜于增加了 因为价格下降 同时 还有这个三角 我特别要强调 在经济学中 当大家在学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不要忘记一个 这一块东西是我们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 也会知道的 大街上老太太都知道 买菜的价格下降了 他当然觉得很高兴 他说他省了多少钱 都会算 但是 这个经济学的 这个学习经济学 就是要告诉大家 还有一块 一般人不知道 就是这三角 不要小看三角 好多学问都在这里 因为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它的含义是原来没有进入市场的人 由于价格变化 它新进入了市场 反过来 价格上升 也是 原来在市场里的人 现在他不在了 所以我们在很多政策争论中 一般的这些 不被考虑进去 或者他还没在市场里头 或者他将来是被 他要被排除到市场之外 所以大家一定要 一定考虑对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 这就使得经济学很有意思 Always two effects 当你回答问题 你说 这有两个效果 two effects 人马上顿时对你 就觉得你这个人很有学问 很有学问 就是不一样 别人都是说 这个价格下降以后 你看看 原来是要花这么多钱 现在要花的 这个比原来少了 或者比原来多了 你说 that's only one effect 人家顿时对你 刮目相看 我这不是开玩笑的 真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就说 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 让你们记忆深刻 要记忆深刻 就这一块三角的 它代表的是 大伙的很多学问 都在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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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新消费者的消费者胜余 这是你看 所以就变成了价格变化以后 原来消费者胜余 原来消费者额外的消费者胜余 新消费者的消费者胜余 是这么的一个变化 是这么的一个变化 那么消费者胜余 即 卖者愿意为一种物品支付的量 减去他们实际支付的量 衡量了消费者 从一种物品中得到的买者 自己感到的收益 那么我们把它定义为 买方的经济福利 well being 或者是net benefits 纯的收益 这个听上去是很合理的 这个听上去是很合理的 这个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GDP 不是这个概念 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你看 这个衡量这个时候 这个很合理 至少在我们这个框下中 这个实际上你可以看 它实际上花的钱的数 你可以看到 它实际花的这个钱的数 比方说在这个价格 它花的实际上是这个数 而这个是净的 就是淘掉 因为这个花的钱是它的成本 你花掉了这个成本 剩下的这一部分是净的 这个收益 这个消费力剩余 经济学家这个是用的非常之多 实际上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概念 当然什么叫willingness to pay 这个里面是心理学的问题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 本身这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感受感觉 这个经济学家就不去这个再追究 但是心理学家是要追究的 是要追究什么是 这个感觉到给你带来的好处 这个消费者剩余呢 也是很有趣的一个 我记得这个前年 应该是前年 前年四月份 应该是零七年还是零八年 这个比尔盖兹到清华来 这个接受清华的名誉博士 知道这事吗 有这么回事 首先有这么回事 这个印象中啊 这可能是比尔盖兹高中以后的第一个学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是四月份到这来的 我们校庆期间 结果他是六月份到哈佛 我知道应该是零七年 六月份到哈佛去接受名誉博士学位 为什么六月份哈佛要给他名誉博士呢 是因为他应该一九七七年毕业 他本科应该是 他是一九七七届的 当然他没念完 他就中间就 就就就退学了 所以他是七七七年的话 正好三十年后 二零零七年 回到哈佛 然后呢 这个拿了这个哈佛的名誉博士 我印象中是清华的名誉博士在哈佛之前 这个时间顺序是这样的 但是他父亲也去了 当时也很激动人心了 他说这个 天下的父母都是希望参加 子女的这个毕业典礼 那么子女总会 他就跟他说 英文说 他是跟他说 这个你看看 我终于拿到学位了 这个也是这个子女的一个交代 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 是因为当时他做了一个毕业演讲 讲他呢 现在在要从事这个慈善 他当时就决定要辞去这个微软的主席 要做些慈善等等事情 当时有一篇文章 在哈佛的校刊上很有意思 是一个经济学教授 叫Robert Barrow 他是我们的名誉教授 是我们经管学院的 几年前曾经来过 他是江南也有希望得诺贝尔奖的 一个经济学家 他呢属于这种比较保守的 经济学家 他在公共财政方面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建树 他就写这篇文章 他说呀 他说我们现在 他这个比尔盖茨的讲话 主要是说 他要做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啊 等等 说的大家都觉得他讲得很好 那他呢就要唱点反调 他说你比尔盖茨 你对世界的贡献 到底什么是最大的 他说你为每一个人的桌上 都放了一个PC 这是他当时的梦想嘛 就是让大家都要有PC 他说你知道吗 你算他计算了一下 因为PC带给全世界的consumer surplus 消费者胜率 这个是可以算出来的 你想想原来在PC之前 我们有这个大的计算机 很贵很贵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有willigness to pay 你的支付预约 后来这个电脑的突飞猛进的增长啊 速度啊各方面 所以几乎是你的价格几乎降到了零 所有上面价格上面的这一块 全是consumer surplus 而且是全世界的 他大概算了一个数 我已经不记得了 很大的天文数字 他说你看看 他想说的是 你的对社会的贡献 不是在于你现在说要做这件事 当然他也在做 他说那个可能不是你的长处 你真正给全世界带来的贡献 是你做电脑 做操作系统 使得有这么多人 用这么便宜的价格 都在用电脑 每一个人 他的那个consumer surplus加起来 当然我们知道 比尔盖茨世界首富 但他真正的 他的那些资产 他有多少几百亿美元吧 跟这个consumer surplus相比 简直就是一点点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计算 这个到底人 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的一个 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说 你的consumer surplus 消费者剩余 是可以 可以计算的 可以计算的 而且这个计算出来的数 可以让你很震惊 所以我也回答了我的一个问题 我们老师有仇富心理 觉得这个富了 就怎么怎么样了 其实这里面也不一样 大家没人觉得 比尔盖茨 尽管他世界首富 觉得他是这个 怎么不好 原因很简单 他创造了很多财富 他实际上我们说 他创造财富 更准确的话 就是他创造的消费者胜余 非常巨大的 他实际上的那个财富 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就是因为消费者胜余 他那个很多人对这个电脑的需求 他的支付意愿是很高很高的 他可以给你帮你解决这么多事情 但你实际上现在要花的钱 一点一点 很少很少 因为现在的这个生产发展很快 所以这就是一个 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 这个consumer surplus 怎么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生产者剩余 剩余反过来 当然生产者剩余不像消费者剩余 因为生产者受于通常情况下 生产单位是一个中间的机构 企业 不像消费者 消费者最后就是消费 我就是个人最终了 而生产者有些时候是最终 大伙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人保姆打扫房间 这个他就是个体 但通常是有个企业 企业呢 企业当然了最后是后面 所有者 那么生产者剩余 指的是卖者出售衣物品 得到的这个量 减去它的成本 当然很容易让我们想象 这个是利润 但是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这个先跟大家铺垫一下 所以他衡量了卖者参与市场的收益 我们来看 假定是一个 这个很简单的 我们为了把它简化 它就是一个打扫卫生 比如说 Mary 它的成本是900块钱 Frieda是800块钱 Georgia是600块钱 最后 Grandma 500块钱 你看 这个Grandma是有道理的 Grandma没有什么事情做 你的老祖母 Grandma 没有什么事情做 我不知道中文翻成什么了 我不知道中文翻成什么了 中文那个叫什么翻的 叫什么 没翻译 就是没翻译 对吧 你要翻译出来就没有幽默了 对吧 这个没翻译还是有点道理 Grandma 这个老祖母没有事情做 所以他打扫卫生 成本就一定很低 所以就500块钱 机会成本 好 那么我们呢 就是用这个 如果跟这个消费者剩余很像 是他的Mirror Image 镜像的反射 所以你就要看 这个价格越高 愿意来出售 在这里是出售服务 或者卖这个产品的人就越多 这个是这样子的情况 而价格越低 愿意来供给的人就越少 是这么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900块钱 现在有人说出900块钱 要来帮我打扫这个卫生 那么有四个人愿意来做 但是降到800块钱了 只有这个三个人 600块钱了 只有两个人 500块钱的时候 只有Grandma一个人 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好 我们把它这个画出来 一样的道理 可以看到 这个需求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需求 它是正好反过来的 这个很简单 好 同样 供给曲线以上 价格以下的面积 是这个衡量市场的生产者 生产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价格是600的时候 只有Grandma一个人 她觉得500块钱就愿意来做 你给我600块钱 她觉得她还 她还挣了这个100块钱 但是其他人就不愿意做 但是如果价格涨到800块钱的时候 她也是两个two effects 一个是Grandma觉得 哎呦 我挣了300块钱 但是呢 同时呢 另外的一个人 Georgia 她说我也愿意来做 所以她觉得呢 她的剩余是200块钱 好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是一个 这个 供给曲线 完了呢 在P1价格的时候 有这么一块面积 BC ABC 这个面积呢 是衡量的是生产者生产 如果价格升高 那么呢 也是出现两个效果 一个效果是原来的这些生产商 他们的生产者剩余提高 第二个效果 就是后面这个 CEF 那么在提高了价格以后 有些原来没有盈利的企业 现在可以进入 现在可以进入 所以呢 就增加了另一块 我们叫新生产者的生产生产 这跟刚才那个是对称的 这跟刚才那个是对称的 好 到现在为止 我们呢 引入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 和生产者剩余的概念 这个听上去都是很 非常reasonable 非常合情合理 就是讲到消费者的时候 你要把他支付的成本去掉 讲到生产者的时候 你要把他支付的成本去掉 那么从消费者来讲 他有一个净的收益 从生产者来讲 他也有一个净的收益 好 我们直觉上说 如果我能把这两块净的收益合起来 这个不就是我们衡量社会的总收益的一个很好的度量吗 也恰恰如此 恰恰如此 所以呢 当我们来衡量什么叫效率的时候 我们是来衡量生产者剩余 加消费者剩余 我们用整个加起来 我们叫这是一块饼 饼的大小 指的是这个总和的大小 当然我们都知道 一个问题是饼如何做大 还有一个叫怎么分这个饼 如何做大 做到最大 我们叫它效率 所以在这里面 效率是有很精确的定义 效率的定义 但是我们现在首先关注的经济学里首先关注的 是效率 但是我们的工具也照样可以分析这个饼是怎么分的啊 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谁买到了这个产品 谁没有买到谁生产了谁没有生产 这个图里面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啊 好 现在呢我们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这个概念 我们就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啊由自由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是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啊 资源配置啊 叫desirable 是不是desirable 这个时候我们就引入了啊一种价值观念 而我们引入这个价值观念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什么叫desirable啊 desirability啊 什么叫desirability 我们来定义就是消费者剩余等于买者评价减买者支出买者支付的量啊 这个是这个消费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是卖者得到的量减去卖者的成本啊 这是我们已经学到的啊 当然直觉上我们说应该把左边加起来右边加起来啊 这应该得到一个总的你会发现在我们这个非常简单的经济体中 这个量买者的支出量就等于卖者的得到量 当然我们知道如果稍微复杂一点 比如加一个税收就不等了啊 中间就有一个漏斗啊 漏出去一部分啊 在我们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世界中啊 没有漏斗啊 你买者支付的量啊 全部变成了卖者啊 得到的量 所以这两项啊 是可以抵消的啊 如果加起来的话啊 这两项是可以正好抵消 当然如果有税收的话就不对了啊 税收的话就不对了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修正 所以总的剩余应该是消费者剩余 加生产者剩余 或者买者的评价减卖者的成本 你可以看啊 中间那两项没了 抵消了 所以中间消费者支付的东西 变成了生产者得到的 而且是全部抵消 那只是一个转移支付 这个词我们经常会用 那只是一个转移支付 它的含义是 实际上在最终评价的时候 它不出现了 真正出现的 就是对这个总福利 真正影响的是两头 一头呢 是买者的评价 Williness to pay 你到底觉得它值多少 这是最终的 第二个呢 是卖者生产者的成本 那也是最终的 你生产东西要材料 要时间 这是最终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中间的这个东西没了 勾掉了 中间的实际上它是一个 它是个中间的这么一个 转移支付的东西 所以呢 这是一个 我们现在是要用这个 我们知道了 引进了一个度量 我们引进了一把尺子 这把尺子呢 就是说好 我们要评判 我们说的这种 自由市场的配置 是不是有效率 我们最终 是要用这个来评判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当你两边都消掉了 那两项消掉以后 被消掉的里面 是有价格的 是有P的 你看啊 咱们回到这个 买者的量 The amount received by buyers 等于什么 P乘以Q Q是这个数量 P是价格 买者支付的量 也是P乘以Q 这里面都是有P的 都是有市场的 均衡价格的 而你看啊 最后这个结果 这两个里头有P吗 没有 没有 这就对了 当我们衡量 最终 你的这个 你这个社会福利的时候 它不应该是P的函数 你想想 那个P只不是中间的一个过程 你是要借助一个价格 来配置资源 我转给你多少钱 转给他多少钱 最后的这个 来衡量我的福利的时候 好处的时候 这个在这个简单的世界里面 他这里是没有P的 这是没有P的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最终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 那个什么 但是P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它是看不见的时候 正是因为有P 才决定了 谁得到这个产品 谁没得到 待会我们会说 这些人都得到了 这些人都没得到 这些人都生产了 而这些人没生产 P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但是最终我们评判 是什么呢 评判的是资源配置 就是有多少的产量生产了 谁生产了 最后给了谁 你要是光看这个结果的话 它跟P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可以有计划经济 可以完全没有P 没有价格 我就说 纪委说了 你来生产 你不许生产 你再生产 生产完了以后 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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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不许有 这是个配置 配置本身 没有价格在里头 你要分清两个东西 一个叫资源配置 这是Q 我们是市场经济 是通过P这个机制 导致了这么一个配置 但我最终来衡量 这个配置是不是有效率的时候 这时候跟P已经没有关系了 P只是中间的一个桥梁 你借助它一个扶手 你借助它达到了一个资源配置 所以这个概念 是一个恐怕不太好理解 因为我们一接触到 一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哪里说东西没有价格的 都是有价格的 市场一定是价格和数量的 一个一对生成的 而反而是在生活在计划经济中的人 很好理解 是啊 没价格 那价格没有用的 全是纪委在那分配的 所以概念上 一定搞清楚 一个在我们前三章里面 我们是讲的是市场通过价格 看不见的时候 怎么配置资源 最终导致的是这些人都买到了 所谓这些人就是他们的支付医院 很高的这些人 他们都买到了 支付医院很低的人 他们没有买到 生产成本比较低的这些厂商 都在生产 而生产成本很高的厂商 关门了不生产 总共全社会一共生产出Q星 Q星这么多 而这么多正好被这些人买去 这是资源配置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 这种资源配置 这个时候我就不管这个屁了 反正我知道的是 这些人都买到了 这些人都在生产 这种资源配置 是所有可能的资源配置中 你随你想象 总福利最大 我下面就是要证明这件事情 你可以想象 有很多其他配置方法 比如 我还是生产 总量还是Q Q star 但是我不让这些人得到 我让这些人得到 理论上是可以的 可以啊 我生产出了一些了 我可以是 不让这些人坐在这里 听我的课 我让机械系的一些人 坐在这听我的课 可以啊 这怎么不可以啊 为什么一定是这些学生呢 你的手机 对吧 为什么是一定是 这种给女性的 狠花的手机 我就让它给男生 给男生的那种手机 我就让它给女生 这也是一种配置啊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我想最后要证明 现在的这种配置 有些人是买了这样的手机 买了那样的手机 是所有可能的配置中 资源配置中 福利 总福利最高 还有的可能是什么 我不要生产Q star 我总共要生产 比如说在这 Qp 也可以啊 少生产点 我也可以多生产点 我要生产这么多 我就是让一些人 有很多人 有些我可以不卖出去 放在那 有些我给他安排在别的人 也可以啊 但是最终 我最终想证明的是 不多不少 正好生产Q star 不是别人 恰恰是这些人 而恰恰是这些厂商 生产 这些人 这个买到 是最好的 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个问题啊 不是这个 不是一个很很很简单的 好像听上去 这不是好像 好像有点是 这个是 是不是我这个 同意反复 完全不是 我要证明的事情 是一个 是一个很很难的事情 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那么定义呢 就是当资源配置时 总胜于最大化时 我们说 这种配置达到市场 达到效率 It's efficient 我们不一定叫market efficient 就是 market efficiency is achieved 我们说市场 它的效率 Efficiency is achieved Whe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maximizes total surplus 是涨的剩余 达到最高 达到最高 当然 我们刚才我说了 这只是丙做的大 能不能做的最大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平等 equity 是不是你这个分配 是不是合理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那是那是另外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里呢 主要还是先讨论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效率 在我证明之前 咱们先把这个问题 搞清楚 就是我要说明什么问题 我再重复一遍 因为这个呢 是一个逻辑上 确实是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我们学中级 微观经济学的时候 我们会把市场需求 市场供给 用数学的方程写出来 然后我们会把市场的均衡 均衡价格 均衡数量 会用这个方程的 这个解 作为方程的解 解出来 然后要你证明的是 这个解 是使你 社会福利最大化 就是你不可能 再随便造一种配置 你爱怎么想 怎么造都可以 你最后用 消费者剩余 加生产生产剩余 这种总福利 用这个度量 你同意用这个度量 用这把尺子来量 你不可能再比它高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福利学第一定律 在中级微观经济学中 我们将用严格的 数学办法 把它证明出来 当然有很多条件 那么在经济学原理中 我们不需要进到数学 非常直观 我们就用供给需求取现 我们就用 消费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 这两个非常直观的 这个概念 而它的度量 就是用需求取现 与价格中间加的 这个面积 和供给取现 与价格之间加的面积 用它来直观的表述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这个图中 我们是不是能够证明 我们是不是能够证明 这个 这个均衡的资源 带来的资源配置 恰恰就是 使它最大化 首先这个 这个问题是这么的 那么在证明之前 我跟大家反复要说的 就是 这并根本不是一个显然的命题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反直觉的 Counter Intuitive 为什么呢 你会想每一个人都在使自己的 当你要决定买不买这个 你只想到自己 这个手机核算不核算 我的Winness to Pay是多少 我跟这个价格比一比 如果超过的话我就买 不超过的话我就不买 厂商也是这样 有没有利可图 有利可图 我就生产 我就卖 没利可图 我就不卖 每一个人都在想到自己 他怎么就会最终的资源配置 能证明出来 你任何一个其他的人 不管是多么的善良 多么的好 他再重新给你配置 不按照这种配置 都做不到像你这种配置怎么好 一定比它低 或者说不会比它高 最多是这样 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那么这里最关键的起作用 当然是个P了 是这个价格了 他一旦配置完最后 这个价格实际上就是不起作用 在我最终衡量的福利的时候 是不起作用 好 这个我们休息完了以后 我回来我来这个证明这点事情